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精神剧《极地恶灵》 1845年,两艘皇家海军舰艇驶离英国 试图在北极寻找一条航道 他们是当时最先前的舰艇 可最后见到他们的是几艘欧洲的捕金船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846年9月,金孔号和幽冥号 已经在探索西北航道的途中 此时的他们已经进入到北极圈了 约翰爵士作为最高的长官 对这车的肉信心满满 两艘船有两个船长 一个就是约翰爵士,一个就是男主 男主此时正在金孔号上 两艘船的长官们经常会会面沟通目前的情况 不过今天,有名船员突然吐血 所以他们立即将这名船员送去治疗 而幽冥号的富官看男主有些不爽 觉得他总是冷冰冰的 可还没有等将病患送到另外一艘船上 这边就出事了 船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导致在高处的船员直接摔了下来 掉到了冰冷刺骨的海水里 有船员想要跳下去救人 可大家都知道跳下去就是送死 经过分析 他们觉得是因为船撞到了海表的碎冰山 导致螺旋桨卡住了 只有清理掉才能继续前行 而那名幽冥的船员情况不是很好 还看到了什么可怕的场景 最后直接死了 接连舍了两名船员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而且船上的狗自从风停后 一直对着一个方向狂吠 似乎在风雪中有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金虹号这边也从望远镜中看到的远处 飘来不少浮冰 而且此时的温度非常的低 第二天找约翰爵士 让柯林寺下海去处理 卡住的螺旋桨 但在学校 他似乎看到了那名落水的同伴 非常的恐惧 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其他人 只是说螺旋桨忘了 冰块太精敲掉了 现在应该可以正常前行了 只是动力方面可能没有之前那么迅猛 面对这种情况 约翰爵士和男主会面聊聊当下的情况 约翰爵士比较乐观 虽然阻力的破冰船动力瘦爽 但应该不会影响他们的形成 可男主却警告这非常的危险 所以给出了一个折尊的方案 但会花更长的时间 不过要抛弃优明号 但这样做才能平安无事的走出伏兵权 大家也都能保住一命 可约翰爵士却选择一意孤行继续前行 可很快传就被困杂的闭面上 也证明了约翰爵士的选择其实是错误的 但他却命令手下不得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只是告诉大家这趟旅途会比较艰苦 时间一晃就到了1847年的春天 已经过去了8个月 约翰爵士想意识到长期困杂这里也不是办法 必须寻找出路 所以他们派出了两支小队 往两个不同的方向 准备在闭面上探寻开放水域 其中一支向敦的队伍并没有发现什么 很快就回来了 但是往南方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现了石标 有人猜测这应该是艾斯基摩伦留下的 所以他们在这里留下的讯号 可奇怪的是等他们回来后 却发现之前的物质床竟然被掀翻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雄干的 夜里上天还给他们送来的祝福 直接下起了拳头大小的冰雹 外面更是有咆哮声传出 他们猜测可能熊就在附近 于是芳芳拿出了枪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打中了一个艾斯基摩伦 难道并没有熊 可古德社医生却看到了带队的中尉 直接被疑似熊的生物给吃了 随后他们就带着受伤的男子和他的女儿 一同回到了床上 但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他们并不懂这两个人在说什么 还好男子会说他们的语言 可惜男人中枪太胜 已经无法取出最终这个男人死了 女人一直在旁边哭泣 还说别走 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事 同巴克不会听我的 他会找不到你的 父亲死后 女人就变得很沉默 大家都称呼他为沉默女士 沉默女士最后说的话 就算了男主等了 赶紧开床离开这里 可并不是他们不想离开 而是现在被冰面给困住了 随后他们就为这名死去的男人 挖了个洞按赞了 沉默女士最后也离开了 距离床子不是婚姻的地方 他画了个圈 然后在这里暂时按家 而男主和约翰爵士的关系也很复杂 明面上他是协助约翰爵士 完成这次的航道测会 实则他们差点成为了亲戚 因为男主曾经向他的子女求婚三次 但都被拒绝了 当然约翰爵士也并不看好这场婚姻 所以并不支持 两人在床上 争执起了船员们的未来 男主的建议是派出一支先前队去寻求帮助 因为他们现在被困在病面上 如果救病一直未化 然后再次结病 他们的船只只会被挤压 甚至会被顶得越来越高 最后船只更不可能破病离开 所以男主才有这个打算 但约翰爵士拒绝了男主的提议 所以男主准备偷偷安排一些人手去寻求救援 至于此时的约翰爵士正在安排人手射击我 准备猎杀那头熊 当然他们一直认为攻击他们的是熊 然后没有想到最后他们竟然被伏击了 这里的人几乎都死了 甚至约翰爵士被扯断了一条腿 然后丢到了冰窟窿里 听到动静后男主等人急忙赶来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最难过的还是优名号的詹姆斯副官 毕竟他和男主不对付 约翰爵士要死了 那男主就成为了最高长官 他要听命于男主 在为约翰爵士的断腿举办完战礼后 寻求救援的小队就出发了 那么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此时画面一转 沉默女士的屋外有恐怖的咆哮声 甚至还有食物被送来 当然在英国的家人和高长们 并不知道此时的约翰爵士已经死了 但因为一直没有联系上 所以约翰爵士的家人 希望上面能够派人前去寻找 不过这些官员们 只是用话弹射地回去 约翰爵士死后没多久 就有床员陆续被攻击 不过其中一名床员 脑壳都被拍碎了 既然没死这就很奇怪 而且这名床员还变得痴痴呆呆的 好像被抽魂了一般 男主板上准备出去看看 可惜和他一起随行的床员 最后也被攻击了 男主也第一次和詹姆斯复光谈心 他会来到这里 其实和被拒绝求婚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现在说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主要是床员们 因为这未知的生物变得人心惶惶 甚至有人看到了这恶灵的真面目 觉得是沉默女士在捣毁 所以将他直接抓来了 男主知道这件事情后 非常的生气 而主导这次抓捕的是 西姬先生 男主看出了他话不由衷 西姬更是质疑男主 对自己的惩罚 最后男主闪了他一顿兵刑 全体长官们一起围观 看西姬这模样 显然后面会是个定时炸弹啊 现在由古德社医生 照顾沉默女士 但因为男主酗酒成瘾 喜怒无常 甚至派遣尊尉 去另外一艘船上 那边准备偷拿几瓶酒回来 詹姬斯富光 早已经对男主非常不满 当然其他的长官也是 但他们敢怒不敢言 男主本想从沉默女士的口中 问出如何解决这个恶灵 但他却不肯透露 反而自我男主 你为什么想死 就在此时 詹姬斯富光来到了这里 自我男主 你为什么偷走了我这边的 16瓶威士忌 就在此时 甲板上有人遭到了恶灵的攻击 跑在床员 爬到了围杆上 但腿部还是被咬伤 众人借用大炮 总算将恶灵给射上 将其吓跑了 然后这名船员 因为腿受伤 需要截肢 不然根本保不住一命 而沉默女士 也趁乱逃走了 她在床上 留下了很多图案 接连发生这么多事情 男主也终于清醒了 她准备戒酒 暂时将两艘船的指挥权 交给詹姆斯富光 就能对男主的决定 很是吃惊 但还是接受了 毕竟现在被困在壁面上 大家已经足够绝望了 再者外面 还知可怕的灵在世界而动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也因为储备已经快见底了 如果继续被困在壁面上 不要说完成了 就是大家能不能活下去 都是个问题 所以詹姆斯富光 其实又打算放弃船只 改为步行 当然这个计划 暂时只在高层中商讨 会议结束后 詹姆斯和布兰奇先生 继续谈话 因为当初的他 以及男主和约翰爵士 是为数不多在探险中活下来的人 但从布兰奇先生这里 詹姆斯只听到了 更加残酷的现实 他们几人能活下来 只能说运气好 有时候真正可怕的 骑士词人 而非恶灵 他建议詹姆斯 如果正要放弃船只 改为步行 还是要让船人们放松放松 当然还要减少 手携带的东西 所以詹姆斯富光 准备举办场狂欢节 让大家乐呵乐呵 而古德社医生 一直在研究这些病死的船员 他们并不是得了 坏血病一类的 不过这些死者的牙齿处 都有黑腺 而且他的猴子吃了罐头后 没过多久也死了 牙齿处一样有黑腺 他把自己所了解的 都告诉了外科医生 说这是长年射入签 所引起的签中毒 这就解释了那些罐头 为什么都开始腐患 这明显是焊接不良引起的 但外科医生说 你现在很恐慌 这边的事情我来安排 而男主经过几座的休养后 好了很多 甚至还来参加了这场狂欢节 但狂欢节非常的荒荡 所以男主决定告诉 所有的船员们 他们要向男 徒步船员的计划 没有想到这时候 却杀出了一个分子 准备点燃整个营战 将大家都困死在这里 当然他最先烧水了自己 而这个人竟然就是那个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或许是因为他是医生 更能了解当下的情况 而且在听多了船员们的亲疏后 整个人也变得抑郁 更是从古德社医生这边 知道了轻中毒的真相后 他崩溃绝望了 因为短时间内 他们根本不可能逃离这里 所以才有了如此疯狂的行为 如果不是有船员在外面 割开了一个大口子 大家都得死 但这次舍得很多人 而且另一边的沉默女士 竟然割掉了自己的舌头 那个恐怖的恶灵 就在她的身边 最后沉默女士来到了营战内 这是什么情况呢 被这么一闹 他们不得不尽快踏上行程 1848年4月22日 男主宣布放弃两艘船 一些人打包行人 准备离开这里 当然西基此时正在密谋 单独逐渐只小队离开这里 毕竟大部队用种 速度肯定很慢 不过还需要再拉上一些人 就他们几个是不够的 毕竟还要拉物资船 古德社医生本来想要告诉男主 关于罐头牵中毒的事情 但男主何尝不知道 可现在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食物来源 如果没有食物的话 到时候这里的人只会死得更快 人人都会变成可怕的恶魔 他让古德社医生先保密 不过很快就有船员 在18亿领处发现了巨处 派出寻求救援的先前队 既然全部被割掉了头颅 但为了保持高昂的士气 男主让之前的船员们都保密 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涩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威廉兰德国土 现在耽误自己就是寻找食物 可这里连一只动物都看不到 想要找到食物何其的男 而且夜里又原名船员 仍受不了让大家开枪杀了自己 最后男主也将罐头有问题的事情 告知了这里仅剩不多的展观 表示我们这几年这些罐头 一直在悄无声息的伤害我们 有人提出了疑问 如果找不到食物该怎么办呢 男主说 那我们只能继续向男行进 别无他法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男主还将乔普生升至为上位 因为他对男主忠心耿耿 至于聪明的西技 已经意识到罐头不逼近 所以开始和托哲一起策划叛逃 现在就是等一个机会了 甚至他们还不惜干掉了床上的狗 然后分享给其他人 当然是让男主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暴跳如雷 而西技这边加入了狩猎小队 本来他们三人发现远处的艾斯巨某人 约翰三位过去和他们沟通 甚至还得到了这些人分的一些了 为了仪式友好 约翰三位还将望远舰给了他们 可等约翰三位回来找同伴的时候 却被西技给捅死了 而且另外一名同伴也被他给杀了 西技甚至还对另外一支狩猎队撒谎了 说两名同伴被那些艾斯巨某人给杀害了 所以他们将这些人全都干掉了 但男主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的吃惊 但男主并不相信西技的话 因为他对艾斯巨某人有所了解 他们并不好战 甚至还找来了沉默女士询问他 你的族人会这样做吗 沉默女士摇摇头 此时的他早已经割掉了自己的舌头 和他的父亲一样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和那恶灵建立联系 在男主带人去案发现场查看的时候 营地这边起了大雾 本身防卫就不足 所以当今受怕之下 枪支被封给了其他的船员 这本来是不被允许的 甚至他们还差点攻击回来的男主等人 意识到枪支被封发下去 如果他们再看到沉默女士会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们让沉默女士先离开这里 而经过古德社一生的尸检 在约翰上尾的肚子里发现了新鲜的海豹肉 显然是那些艾斯基摩人分给他的食物 但却被西基给诬陷 然后杀害了 所以他们秘密逮捕的西基以及脱折 可就在他们准备对两人处以绞弦的时候 恶灵竟然来了 导致两人逃走了 在迷雾中他们要躲避恶灵 根本不知道能跑到了哪里 还是詹姆斯复光拿出了炮火 才暂时将恶灵给驱赶走 一场二战之后死伤无处 但他们必须继续向南前行 至于西基等人 组建了自己的小队伍 甚至古德社一生也被他们给抓了 当然抓他来的目的很简单 因为食物总会吃完 而且这些罐头明显是有毒的 西基直接干掉的一名 只将死掉的同伴 让古德社一生对尸体进行分解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食物了 其他人其实也心知肚明 但没有人站出来阻止 至于在男主这边 詹姆斯复光的情况也越来越糟 最后直接倒下了 他希望自己能够体面的死去 最终男主给了泰哥体面的占领 而很多的船员在这场南下中死去 他们并没有撑到回家的内科尔 不过比起西基那边被当成食物 男主这边则会好很多 他们会安葬好同伴 而最初那名被咬断腿的托马士 准备留下的断后 他的断置因为长时间赶路 已经开始感染了 他坚持不到最后 不如让他留下来 但这也无法阻止 恶灵追击他们的步伐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男主这边的队伍里 竟然有吸击他们的内影 最后埋伏了男主等了 甚至还杀死了他的一名手下 最后男主只能乖乖跟着 吸击离开 男主离开前 让手下安葬好死去的同伴 并继续计划向男前行 回去后这名手下准备驱逐男主 但其他人最终投票决定 还是继续南下 毕竟他们都想活下去 现在已经自身难保 还怎么救人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而古德社医生 为男主清理了身上的伤口 他知道自己逃不掉的 袭击自碎抓男主 可不是为了酗酒 毕竟这就是个变态 最让我触动的是 有一名幻美的船员 以为男主抛下了自己 拼命的往前盘 或许他在想前天晚上 船长还在照顾自己 难道接触了这颗的抛弃吗 可实际上 此时的男主也自顾不祥 而古德社医生 知道自己最终也逃不掉 肯定会被吃的 所以故意在全身涂满毒药 甚至还吞服毒药 准备将这些人全部干掉 当然除了男主 男主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最后只吃下了 并没有被污染的脚底 这样才能让其他人 安心地吃下去 夜里希姬透露说 他杀死了真正的希姬 替代他上到的床上 原本他是准备逃离英格兰的 没有想到中途却出了这段指示 这个人就是纯粹的坏 其他人都疯了 他都不会疯 甚至他竟然准备控制那个恶灵 当然我不确定 他是怎么知道切掉舌头 可以和恶灵建立联系 所以等其他人被恶灵干掉后 他割掉了自己的舌头 然后摆出了一副 我很酷快吞下我的舌头的架势 结果呢 直接被扯断了身指 因为只有艾斯基姆龙才能建立联系 而恶灵因为吞下了铁垫 以及有毒的灵魂 最终也死了 男主也泪汤昏迷的过去 当沉默女士路过这里 看到男主后发现他被铁垫给锁着 最终只能切掉他的手 带着男主离开了 在艾斯基姆龙的救助下 男主慢慢康复了 但男主看到那些死去的船员们 神情悲伤无比 好不容易发现了最后一名幸存者爱德华 最后说的句很近就断气了 所以两艘船最后就男主活得下来 而男主也慢慢适应了艾斯基姆龙的生活方式 可那男主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恶灵的死亡 所以沉默女士只能自己一个人离开 已幻言两年过去了 但英国再次派来搜索队来到了这里 碰到了艾斯基姆龙 但男主确然他们告诉搜索队 所有的船员都死了 并没有西北航道 他们不应该来到这里 男主默默的听着这一切 最后继续去受力海报了 你要问男主想回去吗 怎么可能不想呢 但他不能回去也不敢回去 而且回去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再者求婚失败已经没有多少惯念了 无论最后法庭会给他什么审判 回去后必然会遭受异样的眼光 阴郁的度过余生不如留在这里 而且他也希望给这些艾斯基姆龙一片净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